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以前说冻不冻就是那层就洋伤起来 那个火是火苗苗小了点 但是还是蛮伤感的 都有点伤感吧 伤心吧 就是伤心了 可是也没有遇到什么伤心的事情 就积压的吧 累积起来的 就是你是带着伤心看这个事件的时候 迟早会伤心的 因为我们从小或者受到的那种伤害 或者是那种伤心 他会带着先带着那种信息 面对你身边的人事的时候 你要么就会变成就是 就是我是 我不允许你伤害我 我不允许 就是你会就变得觉得很厉害 其实你是害怕被伤害 因为我们带着伤害走在江湖上 走在这个世界 在别人没伤害你前 你先找出去 先把自己武装起来 就是其实是抗衡伤害的 没有一个人说天生是什么样的 或者都是在后天的磨练中 遇到了一些事 遇到了一些人 遇到了一些自己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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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种柔软 把那种慈悲 把那些爱磨灭了 如果那走出来 如果不带着信息走出来 那就是生命解脱了 如果带着信息 鞋带着信息 永远这些信息 不准备解脱的话 那真的是就磨灭了 就慢慢的人就没有了 就变得暴躁 变得烦业 变得什么也不在乎了 无所谓 爱怎么就怎么吧 就那种失望了 这种是种失望 你无所谓是 其实对人性失望 对很多人失望了 失望了才无所谓的 有时候我们觉得 哎很多人怎么说 你说啥也改不了 他就那样 然后就失望了 就不在乎了嘛 就这样 每个人都是 就是给人感觉 很多不好相处 那种感觉 没所谓 做好你自己吧 如果看着你冷 就离远点呗 那所有人都觉得你好玩 我不觉得 很多人不觉得你冷 我觉得他只是不了解你 就觉得我很冷 然后觉得我 是像冷血动物要很 像心 就是心很硬很 我不觉得你的心很硬 也不觉得你很冷 只是说 唯一跟你消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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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就是要准备好 随时你爆发的可能 发气气的可能 这个倒是肯定 随时一计划 可能就把你的火苗能点燃 就是你的刀燃点比较低 有时候 有人想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 但是他就觉得你好像有什么目的一样的 就是有什么人想好心去帮助别人 或者干了别人反而觉得你是 你要想要提升到这些 让所有人能够 那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智慧 智慧圆满 像佛陀那样 像观世音菩萨那样 像文书司律菩萨那样 像佛陀那样 那所有人都靠近你了 我是说怎么样 可能要自己看起来 没用的 伪装不了的 看不上的 你就算把 我随不上那张脸 复制一个贴到这样没用的 一张嘴就漏了 气不对 然后你拍照座的时候 我是观音菩萨 然后吓得大家忘了 别走你 别走你 都完了 我觉得每个人就做自己吧 我觉得如果这个世界 总会有能够欣赏到你的人吧 如果觉得冷就冷吧 其实不需要苛求这些 做好自己 你自己的内在的皮子 说表面上那就是个冷又怎么样呢 我内在的 我知道自己 重点是你知道是什么样的 你知道自己的底线 知道自己的品质 知道自己的品味 知道自己能容纳的那个度 比如说我就是这样一个小杯子 在我没车到之前 我就能到这么多 我可以原谅所有的人 但是呢 我能容纳的也就这些 你超越了我杯子的极限的话 我就容纳不了你了 我可以不接受你 但是呢 我可以原谅就是这样 嗯 嗯 因为我的杯子太小 就这么 我已经 你超越了我的底线 就是这样 做着做着 你越过了我的底线 还有这个世界很多 有些时候是缘分 就逆缘散缘 有些东西会触缘 触缘会纠缠 就是有些东西纠缠了一起 各种缘分嘛 嗯 那说是我 不管我的底线多多么的苛刻 或者是什么 但是有些总会触动到那些东西 那这个时候 就是看你平时的自己的 其实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看平时不断的学习的东西了 看自己的正量 就是你的智慧到达那程度 你是跟他一般解释 还是跟他 比如说 你是永远不会跟文学一般解释的 就算文学骂了你或者什么 你也不 说这小的小不点 骂我骂得这么难听 我得罪你了 也大不了觉得哭笑不得 你不会跟他说 好伤心啊 你竟然骂我 但是你不会伤心到多厉害 就是觉得 那小东西骂 是不是有人教的 或者是 但是你不会说 真的伤心 但是如果你跟他一般解释 如果是文学跟那个谁 抠猫吵架 或者跟你女儿子 他们就会很生气 觉得伤心死了 我昨天还给了他一块糖 他今天就骂我 就是伤心的不得了 而且会留下很深的应急 就是你跟他师父在一个平面上 也是很重要 就是你的智慧越高 能伤害到你的人越少 老师上次说 你过来就是过来这边 然后拼法 然后要无我嘛 就不要 就不要太自我 你不是神 你就是 自我就是 你不要在乎 所以你现在已经是把那个 别人对你怎么样的看法 或者怎么样 就是把它给转移了 你就不在乎了 然后就 就不会太在意 先从停下来 就是先火器上来的时候 往下压压 就先这样 这都是破坏 你转移了 你只是转移了注意力了 但是并不是真的 解脱 没有解脱 你把这个杯子藏起来 人到一别假装不看 因为解脱了 其实没有 这个杯子 它只是你屏蔽了 其实你一往这放 始终是个解决不了的问题 但是这也是个方法 就是说你当下 面对它的时候 你很伤心很生气的时候 你可以先把它屏蔽一段时间 放在这 你可以先面对这件事 和这件事别不断的 随着时间时间慢慢慢慢慢慢 突然把它再拿回来的时候 你发现也就那么回事 就平和了 这是一个方法 解脱的方法 就是有些事先不解决 先把它搁着 不要把焦点 就对集聚焦在那个 否则那就很麻烦 除非很有力的大菩萨 就是那些成就很高的 才能在面对这件事情 马上空掉 这个很难 直接解决 就是你当你对佛学的东西 佛陀 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东西 了解的越多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有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因为你说 我要去了解生命的奥秘 回归生命的源头 或者我的生命那样做 才是有意义的时候 那你就把全部的精力 时间会放在那件事情 这个世界其他的人 其实就慢慢就无所谓了 无所谓是什么 除非他跟你缘缝合身 去切入到你的生活了 然后他就引起了你的波动 那你会正视 那会去处理他 如果没有慢慢的生命中的很多人 就是你就 除非有知音说 大家能够说 互相理解 那作为一个 也是一个很好的伴 如果没有的话 无所谓 真的是不需要 浪花费太多时间 精力去做那些了 就是去运策 或者是什么了 其他事就不重要了 因为你有更重要的是做 知道你这今生 你究竟想做什么了 要寻找到这个点 要说你要成到 到底道是个什么东西 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成佛 我这个佛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是随着时间 一点一点一点了解的 不是一开始谁也能 他需要很长时间 你才知道 一旦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有了方向 生命一旦有方向 就开始有意义了 因为你知道你的生命的目标嘛 那其他的事都 都可以放下 就放在那吧 解决了就解决 解决不了 怎么会面对我来说 这次未来就是 我的相亚 解决的са livr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